请帮忙按个赞哦 巴黎奥运如火如荼 但传出有些人 想要关心中华队的表现 可是又不想花钱 去订购转播 结果就跑去看 大陆央视的免费转播 但是看人家免费的 还闲东闲西 一下痛批说 哎呀 为什么讲两岸 不是讲两国呢 一下子又批评求评说 怎么讲质量 这个是大陆用词啊 可是静平 人家大陆央视 不是本来就是对大陆人 转播的吗 是啊 那如果你们这些 青鸟的人啊 这个民进党的测译 你们喜欢看奥运转播的话 你们就鼓动你们的 这个支持的民进党政府 花钱 学香港政府 学日本政府 还有以前 台湾早期 这个老三台的时候 中式台式华式 那个时候政府也是会 这个出钱 去买下了这个奥运转播权 你要知道 2012年的伦敦奥运 跟2016年的这个 他的一个这个巴黎 那个巴西的这个 李雷热烈奥运奥运 当时香港政府都花了 1.2亿港币 或1.5亿港币去买 现在的这个转播权利金啊 越来越像添加那么高 政府如果愿意出钱 就会像香港 跟日本政府一样 他们会创造 不一样的经济价值 跟社会价值 那你这些轻鸟的民进党 那你这些轻鸟的民进党 这些人是也很好笑 质量质量 你觉得这是大陆用语啊 好 那我告诉你啊 你们爱好的民进党人士 也讲过 包括被关到的这个 看守所里面的这个 郑文燦 他就讲过说 我要扩大我的服务质量 我们的这个桃园市人 当桃园市长的时候 当行政院副院长 他都很爱讲 服务质量 蔡英文 说台湾制造 就是高质量啊 就是高品质的意思啊 林佳龙在当交通部长的时候 他讲什么 我们要训练 培训更多的这个 优秀的驾驶 让他们有高质量的驾驶 那陈其迈 你们最喜欢的 阮男高雄市市长 他也说 我们要提升很多的政策质量 那这些人你怎么不出征啊 你这些轻鸟的 只听到质量就很适合 品质品质好吗 不是质量 那你告诉郑文燦 蔡英文 林佳龙 陈其迈 以后不要再讲质量 那你不喜欢听 你就不要看嘛 你不想付费去看那些 民间的体育台的转播 和网络的转播 然后你要去看 中国大陆的那种免费 然后想要偷看人家的频道 然后爱情又假小事 然后要吃又要骂 又要批评人家 那你就不要听不要看啊 你觉得两岸听起来很适合 你要听两国 那你去骂赖清德 干嘛不现在当总统了 你去修法 把陈委会废掉嘛 把中华民国修法 这个宪法修宪改一改 陈委会不要 因为我们还有陈委会 所以连我们都讲两岸 那你叫陈委会不要存在 所以我觉得他们充满了矛盾 是脑袋都是豆浆 还是豆腐还是大便 所以这一群人去看那些 就是无脑 那你就不要看